玻璃市嘉央一名前宗教中学助理 为了获取更高薪资 不惜伪造文件 结果东窗事发面对五项控状 被告扶手认罪 被判处1万令吉罚款 根据控状 32岁的被告努苏哈达 去年4月到8月期间 5次伪造信用证 申请表格或董事会工资表格 领取了总额高达1214令吉75仙 被告五项控状个别罚款2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 则以每项控状判处3个月监禁来取代